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你的MacOS上运行Winbox Winbox.exe 一个Windows下面控制ROS路由器的一个小软件 这个软件呢 而且我们是从官方下载的Winbox.exe执行文件 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操作在你的MacOS上运行Windows下面的.exe文件 首先呢,我们进入ROS官网 我们下载Winbox.exe 我们从这个位置下载3.19版本 好了,下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复制到我的桌面上 我们把Winbox复制到桌面上 大家看这个文件呢 就是一个.ese的执行文件 在苹果系统上面 显示是没有打开方式的 然后呢,我们先安装XXQUARTZ 这个PKG文件 我们双击安装它 这个软件呢,安装的时间呢 稍微有点长 然后有的有的MacOS呢 是需要它会让你重启一下电脑 有的是不需要的 我会把现在需要用到的这两个软件的下载地址放到我视频的最后 大家请到视频的最后去查看 这两个软件的下载地址 大家看 它这边已经开始提示我要重新登录一下我们的操作系统 我现在点关闭 然后我一会再重新登录 我现在点下一个安装包继续 然后我们把64位支持勾上 再点继续继续 然后输入我们的Mac的 输入我们Mac的密码 然后这个呢 这个软件安装的速度呢 要比刚才那个软件安装的快很多 现在我们 我们退出一下登录 注销一下电脑 重新登录一下 我们的MacOS 好了现在我已经成功的重新登录了 我们用右键点击winbox.ese 选择打开方式为win 这个时候呢 它第一次会安装一些它需要的一些组件 然后我们点安装就可以了 你看它需要 它说未找到.net framework 它需要下载安装 但是呢 我们如果紧紧的运行这个winbox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一步取消掉 下载的过程比较慢 所以呢 我给大家把这一步跳过去 我们选取消 因为呢 我们不装这些呢 对winbox也没有影响 可能运行其他的windows下面的软件会有影响 我们这一步把后面所需的插件全都取消掉 然后大家看 winbox成功的启动了 winbox.exe 我们试一试 查找一下周围的 ros路由器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ros路由器 我们输入密码 然后点连接 大家看 已经成功的连接上了我的ros路由器 这是真正的winbox.exe 官方提供的.exe来控制 并且呢 除了界面丑一点 跟windows下面没有任何区别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点赞 谢谢 再见